我又回來開庭了 好紅喔 我有三個庭欸 因為我特別來揭秘的 就是希望能夠讓台灣的老賴 去不了大陸 讓他 現行 不要讓台灣的詐騙犯到處流竄 劉佳姐我們外面 外面受訪好不好 對啊 我們到外面好了 嗯 哎呀 啊你這陣子都在台灣喔 對啊 對啊 我們邊走邊講 嗨 大家好 我又回來開庭了 好紅喔 我有三個庭欸 今天辯論終結了啦 有沒有什麼想法 就是 覺得非常的暢快啊 因為我特別來揭秘的 就是 希望能夠讓台灣的老賴 去不了大陸 讓他 現行 不要讓台灣的詐騙犯到處流竄 哦 你是說他還有要到大陸 他也要到大陸去發展 我就是看到他到處跟名人拍照 然後就是說要來大陸拍片 所以才寫的那篇文章 對啊 那晉雲已經搞進了 他 他是說那個 他把製片人要給我妹的酬勞挪用了 去 交他的房租 對 所以我才會這麼的生氣 嗯 因為說演藝圈裡面好像有很多人對他有為詞 是啊 好像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都是欠錢 對啊 你去那個 演藝圈的那個 群組啊 社團啊 查他的名字 你就知道很多人都是被他欠錢啊 什麼的 這個人的風評有問題 你就去查就對了 所以你也有參考的這些內容 你認為他也有問題 不用參考 認識他的人都會說啊 我今天看到你們說我很難過 我沒想到我已經這麼紅了 來這麼多人 可是我皮膚過敏 我現在臉上擦了藥 剛剛還是少用了一下健保 因為台灣的藥還是真的比較好 就是我覺得我陳述了是事實啊 然後我不認為我犯罪 嗯 因為他真的就是在外面欠了很多錢 每個被他欠錢的人剛好都 那個錢都不注意打官司 所以他到處欠一點 到處欠一點 我就是想讓這個人現行 所以我今天來提到 我皮膚過敏 我今天看到你們說我很難過 我沒想到我已經這麼紅了 來這麼多人 可是我皮膚過敏 我現在臉上擦了藥 剛剛還去爽用了一下健保 因為台灣的藥還是真的比較好 然後呢 看到你們都來這麼多鏡頭說 我很遺憾 就是我沒有化好妝 這就是我最懊悔的 最懊的一件事了 這只是郭台銘嗎 還是韓國瑜 這個 我最近才問了郭董事長一句話 其實我也蠻希望他們 他們兩個誰能代理台灣發大財都很好 只是 我還是要看誰比較 說的話讓我們大陸的兄弟們開心 券款 我是導演 我不是製作人 製作人跑了 拍了那部片製作人跑了 而且之前新聞已經有播過兩次了 然後 就是可能他沒有了解清楚 做人的事情 然後只有聽單方面的 就是他們也講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一個誤會